大家好,我是Ryan 在前面几节课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讲过了所有的JQuery的基本操作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些比较fancy 比较花哨的操作 就是JQuery Animation,JQuery动画 我把JQuery动画呢 基本上分成了三种类型 一层就是从简到南 首先第一层 最简单的就是基本动画 基本动画主要包含三个function show,hide和toggle 它其实就是在visibility的这个元素的显示上 做一些做一些手脚 做一些操作 然后还有一些预知动画 就是JQuery呢 给我们预知了一些function 比如说slide 比如说常用的一些动画 比如说fades 就是渐变消失 这叫fades fade in,fade out 渐变进入 渐变的消失 还有fade to 达到一定的 transparent的值 达到一定的透明度 还有slide的function 就是slide down,slide up,slide toggle 等会儿会慢慢给大家介绍 然后还有就是自定义动画 自定义动画就是完全有自己控制 可以传入很多参数 然后它也比较复杂 我会最后来给大家讲 差不多说进入第一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呢 就是这个 是显示显示的toggle 我这边呢 给大家预先写好了一个这样的html 简单介绍这个html就是有一个div 还有个button 这个div呢 是正方形的 我css里面写100pxx100px 然后是颜色是yellow 首先给大家讲hide 我在这个onclickhandle里面 加了这个hide的function 这个hide呢 之前我在dome操作里面的时候 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过 但是呢 没有给大家详细介绍 这个hide就是最简单一种使用方法 现在呢 我给大家一点 点完它就被hide到 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 如果这边 再有一个button 那我这边搞两个button吧 click to click one 这边呢 我放了两个button 一个button是button1 一个button是button2 然后分别两个handle button1会让它hide button2会让它hide 我点button1就把它hide button2会让它hide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使用情况 这样呢 我在这边再 哦 在这边再加一个button3 button3呢 这边写toggo button3是button3 啊 button3是toggo 好 button3是toggo button3这边是button3 OK button3是toggo 我之前点了hide 再点瘦 但是呢 我这个toggo呢 就是会根据它现在的情况进行toggo 这个之前已经讲过就不多说了 今天要讲的呢 是它们其实还可以传入参数 它们首先呢 可以传入第一个参数都是speed 通通都是speed 这边我没给大家写 它们的第一个参数也通通都是speed 也就是可以控制它们以多么快的速度 来进行这个hide或者售 然后呢对于这个speed呢 今天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个speed 我专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speed呢 可以传入数字或者传入string 或者传入字符串 字符串呢可以传入三种 一种叫slow 一种叫normal 一种叫fast 但是它是那个这块预制的三种速度 另外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传入number 就是数字 number数字呢就表示毫秒 多少毫秒 这边给它写毫秒 数字的话就是毫秒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历程 我给这边呢 hide这边呢 通通都传入normal 然后我来演示一下效果 就是 我应该刷新 刷新之后 点击1 它以normal的速度 把它这个result hide掉 然后呢点击2呢 以normal的速度显示 我要一直点击3呢 它会不断的称呼显示 它就是有一定的animation 有一定动画效果的 就是show和hide 其中呢 这边呢还可以加一些 第二个参数是function 它其实是一个callback function 在这个callback function呢 其实之后你可以干任何事情 比如说我想让它hide之后呢 我再把它show出来 也就是 我用一个fast吧 让大家看一下区别 好 我把这个hide 这个 它们其实每 就像我之前在这边写的 每一个都可以接受 一callback函数 也就是在这个animation 完全结束之后 会这块会自动去调用这个callback 我只演示这个 对于其他的是类似的 所以我就不演示了 点击它 用normal的速度变小 变到0 变到没有大小 变到全部完全hide 完全消失 然后再以fast的速度显示 大家看一遍 OK 在讲过基本动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预知动画 预知动画呢 这边有六个function 但它基本上只有两种大类 分两个大类 看单slide都知道 一个是slide 也就是表现一种slide滑 滑动的一种动画效果 还有一个是phase 表示渐变消失的一种动画效果 所以说一种 所以说呢 现在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呢 我在预先 在刚才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 首先呢 button1click之后呢 先slide up 也就是这个方形呢 它会像窗帘一样滑上 渐渐消失 然后这个button也跟着会滑上 因为它的hide会在变化 然后呢 再slide down 像窗帘 然后像那个白叶窗打开一样 向下给打开一样 滑下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先滑上再滑下 然后也可以设置一个速度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也可以是function 其中呢 这边也可以是毫秒 比如说我想写在一秒钟之内 也就是1000毫秒之内 slide up也就是花了一秒钟时间收上去 然后又快速的滑下 这边是fast的 然后第二个情况呢 我用slide toggle 我这边呢 也给大家演示了slide up slide down的意思了 slide toggle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toggle现在是 现在是在上面的 现在是拉起的窗帘 我就把它拉下来 现在是拉下来的窗帘 我就把它收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我点它 现在是拉上去的状态 然后再点它 就会放下来 然后以同样的速度 我可以把它这改成 改成2000毫秒 它就会两秒钟 非常慢的速度滑上 就是这样 它是匀速滑的 然后button3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fade in和fade out的效果 fade呢 就是渐变消失 也就是它这个 像是在颜色上 是在透明度上进行变化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边呢 我先fade out 以normal的速度fade out 再以slow的速度fade in 我点3的话呢 渐渐消失 又渐渐显示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ade to fade呢 跟toggle 跟这个slide不一样 它还有个fade to fade to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多了一个参数 在之前的fade in fade out呢 它都是要不就全部消失 要不就全部显示 全部显示出来 但是这个fade to呢 你可以控制它的opacity 也就是控制它 fade到一定什么 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呢 其实就是css的opacity 也就是传入0.几 我说传入0.2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button4 button4 click的话 会给这个result呢 fade to 用normal的速度滑向 fade到0.2 20%的opacity 所以说我现在点呢 它就变成了20%的opacity 我可以把它变成0.9 大家就看 可以看到 基本上没有变化 就是只是淡一点点 然后我这边要改善0.5呢 它就会 淡到0.5 其实呢 这个fade动画呢 就是css里面的opacity动画 它就会 opacity值的变化 也就是jquery呢 在后台 用这个这边 这个normal或者是2000毫秒 或者是1000毫秒 这个速度值呢 来给我们控制这个opacity 现在我用那个inspectelement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作用 我重新reference一下 大家注意到这边 这个element这边 当我点它的时候 会有一个opacity值 它不断的渐变 这是jquery在给我们改变这个值 所以呢 其实这个slideup呢 就是一个cssroot的变化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能看出来 看它是height的变化 大家注意着 这边会多一个height 也就是jquery在后台呢 给我们不断的更改这个height 最终在1000毫秒之内 把它slideup或者slidedown 就是它们背后的逻辑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预计动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自定义动画 自定义动画呢 什么意思呢 自定义动画 这个animate呢 其实可以实现以前以上所有的功能 以上所有的功能 就是它一个简化版 所以这个animate呢 其实目的就在于给大家 这块给大家提供一个通用的function 来实现基本上所有的动画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只有两个参数 因为这边我写的看 这边我parameters是它的参数 这个是必须的required的 之后加funk号的呢 就是不是required的 也就可以不写 我现在呢 这些两个就是animation的参数 还有一个时间 这是我一个例子 我这边呢 加了一个835 然后在835里面呢 给result加了animate 它首先呢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object我们不用管了 就是它的时间 就是跟之前的时间一样 你可以传入normal或者slow或者fast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动画参数 其实大家观察可以发现 这个动画参数呢 就是css 就是你目标动画状态的css 不管当前的 也就是在动画结束之后 它的width回到了百分之百 height也回到了百分之百 fontsize呢 会变成10倍 然后borderwidth呢 变成10 呃 变成10pixel 请观察同学呢 可以看出这边 我专门写了两个 一个fontsize 一个borderwidth 我为什么要专门写出来 这两个入呢 就是因为他们 其实跟css是长得不一样 正规的css的这个 呃 属性呢 其实是font 减号size font是写横杠size 但是呢 由于这个font 横杠size呢 在java screen里面 会产生那个 呃 sintax arrow 也就是语法是不对的 因为这边在java square 理解这是个减号 减号不能出现在 这个属性 呃 jsonobject的属性值里面的 所以呢 呃 这块呢 其实有找了一个变通的方案 就是把呢 减号删掉 然后把它变成这种 大家常用的叫camo case 呃 也就是 第一个字符小写 之后的字符都大写 比如说这个background color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就是background的 呃 大写ccolor 好 border width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保存一下 然后呢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大家注意 我现在开了这个dev tool 当前呢 这个width是100px height 100px background color是yellow 当我点击这个 呃 5button之后呢 在一秒钟之后 看一下这个width width呢 就变到了100 呃 也就是 100就是当前window的宽度 因为我当前只有这个原色border的宽度 百分之百 然后height呢 是百分之百 然后fontsize呢 变成了10倍 然后border width 变成了10个pixel 就是这样 另外呢 这个animation这个里面的参数呢 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呃 同样是css属性名 但是后面可以用加等于减等于一些 一些数学操作来控制 也就是在width上加10pixel 在height上减10pixel 也就是呢 我现在演示一下 大家看现在width height都是100pixel 当我点了它呢 就变成110和90 接下来呢 再看这个eSync eSync呢 其实我今天不准备多介绍 eSync呢 其实是一个 呃 就是它的变化的逻辑 就是呃 从当前width 比如说这个width吧 从当前宽度变化到目标宽度之中呢 这个变化的速度 呃 首先它默认的是swing 也就是开始快 之后慢 像一个钟摆一样 开始快 然后中间慢 然后之后再快 呃 但是呢 也有一种叫线性逻辑 就是它的匀速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把它如果改成线性的话 就是 匀速变过来 然后如果是swing呢 就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很难看出来 大家看 其实速度是不一样的 呃 这是第三个 大家可以多在网上看一下 那个呃 它的document 而且有一些 这块的plugin 也提供另外更加呃 更加多多样化的 这个eswing function 它叫eswing function 然后呢 呃 就是这个callback callback呢 就是呃 跟之前的callback一样 就是当动画完成之后 会会掉 自动掉用这个callback function 也就是你在动画之后呢 可以进行一些操作 我就不在这儿这里演示了 非常简单 以上呢 我们就介绍了 这个animate呢 一种简单的版本 也就是 它呃 只会设定 那个动画的目标状态 然后在动画 除了动画的目标状态之外呢 我们顶多就设定 duration和eswing 呃 这两个例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除了想设定 duration和eswing 还要更多的设定 动画 关于动画方面的设定 而不是目标状态的设定 关于动画方面的设定 所以说这些设定呢 就会传到这个option里面 所以说在option里面呢 是可以传入 option呢 也是一个json object 在这个option object object里面呢 我们可以传入 duration和eswing 大家还可以传入 更多的一些 一些可控的变量 这边呢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简单 最比较简单的示例 也就是我们 我又加了一个button6 然后同时呢 在这个div里面呢 在这个html里面呢 又加了大概六个div 他们class是block block 所以block的话呢 给了他们一定的css ruar 他们float是left 然后position relative 这我就不多说了 只是为了让让大家看清楚这些 所以才有了这些css 然后呢 我在这边呢 给他唯一动画的目标状态 就是left100 也就是他的left呢 变到了100 像就是左边的 靠距离左边栏的距离呢 变到了100pixel 我唯一唯一就做了这一点 然后在option里面呢 我传入了duration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除了传入duration 还可以传入eswing 但是呢 我这边还有个step step其实是一个callback函数 也就是他每变动一次 就是这个动画呢 每进行一帧的变化 这块都会自动靠这个function 在这个function里面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呢 我在这里呢 就是就用了 之前我们 这什么意思呢 之前我们学selector的时候 它就是任何block 有block这个class的产元素 但它不是第0个 也就是不是第1个 也就是这5个 这5个的cs的left都变成now 这个now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的值 我因为我是在变动left 所以它当前的值呢 就是在现在left是0 每一帧变化 有可能它当前是2 当前是3 当前是4 我就会把它的left呢 给它设成1234 所以呢 我演示一下 当我click6的时候 看它们整体向右翼 也就是它会把之后的 所有5个的left都在变化 我们in-spack一些element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现在没有left 第二个元素 现在没有left 当我点的时候呢 大家看这边 left变到了100px 也就是他们现在 通通都会变到了left100 向左偏移 向左偏移量是100 以上呢 就是animate的两种使用方法 但是第二种使用方法呢 我只简单介绍了 介绍了一下 在这个option里面 可传入参数其实有很多 所以呢 我打开了这个 它的文档 animate这块文档 希望大家去查阅 因为在这边呢 这块文档其实写得很清楚的 这边除了传入duration ething 还可以传入queue 默认queue是true 然后还可以传入一些specialething 还可以传入 比如说刚才我用的是step 这边写得很清楚 call the for each animated property of each animated element 翻译一下呢 就是在每一个变量属性 每一个变化属性 就是动画属性的变动过程中呢 它都会在每一帧的时候 靠这个调用这个function 然后来来访问 来进行一些逻辑上的操作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op函数 stop函数很简 看意思 字面意思很简单 就是停止一切动画 比如说我这边给大家写了个简单的例子 我这边又加另一个button是7 然后加到它的event handler click的时候呢 就会靠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还是用的之前 呃这边我们用的这个一样的这个动画 但是呢我把时间翻了10倍 也就是呢 我先把这个common掉 也就是呢 当我点了click button7的时候 它会缓慢的变到目标大小 呃 缓慢的变到一个目标大小 是用了10秒钟时间 但是呢 我这边有了一个setTimeout 知道熟悉JavaScript 肯定熟悉setTimeout 也就是在两秒钟之后 执行这个逻辑 执行这个cowback函数 两秒钟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的这个动画呢 给它停止掉 也就是大家看 其 本来可以花10秒钟 一直到了 到最大的情况 像我们刚才演示的一样 但是呢 它在两秒之后就停了 然后呢 大家看这边 其实它是可以传入两个可选参数的 第一个是click or kill click or kill什么意思呢 呃 就是 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完全 都没有演示过这个 动画的chain的功能 就是可以 在一个动画完成之后 调用另一个动画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也就是在完全完成 第一个动画之后 才会调用第二个 它其实像一个对列一样 呃 就是一个对列的形式 所以呢 但是呢 我们前面一个动画需要10秒钟来执行 后面一个动画需要5秒来执行 但是在两秒之后呢 我们就把动画停止了 这个停止呢 其实是只是针对第一个动画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7 两秒钟变到这儿 然后那个之前那个动画是需要10秒的动画被停止了 呃 它会直接跳到第二个动画来执行 如果呢 我第一个参数传入的是 传入的是 呃 呃 这边 第一个就是clear kill传入的是tru 它默认是false 我把它要传入是tru的话 大家可以看什么效果 当我点7的时候 动画就停在这儿 它会把这个有kill之后传的所有动画状态一切都停掉 通通都停掉 这就是它第一个参数的意思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参数 这个go to end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呢 我们在呃 这边是false的情况下 呃 它会呃 停在当前你要停在两秒处 也就是它10秒的动画会到全屏 也就是两秒就执行了20% 它会停在当时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这边是tru的话 这边这边是false 这边是tru的话 就是说它要go to end的 也就是说它直接到达10秒的状态 呃 这样呢 就是我们动画的 关于动画的一些最常用的function的介绍 呃 谢谢大家